盐吃多了会导致哪些疾病呢 一天吃多少最健康 朋友们好 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咱们每天都吃盐 盐的作用太大了 它在食物中食用时 可以为食物增加风味 并且有一些重要的功效 食盐是一种重要的调味品 可以增加食物的味道 提升食品的风味 使食品更加可口 食盐参与身体的重要功能 包括维持渗透压 调节酸碱平衡 保证咱们神经系统的正常传导功能 如果没有食盐 咱们的肌肉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感到没有力气 但是盐多必湿 摄入过多的盐会导致多种健康问题 其中最常见的是高血压 高盐饮食会导致体内 蜡盐的含量增多 因为蜡会吸引和保留水分 这会增加血管内的血液的容量 从而增加心脏的负担 导致血压的升高 除了高血压 盐过多还可能与以下的健康问题有关 第一心脏疾病 高盐饮食与关心病 心脏衰竭等心脏疾病风险增加有关 第二肾脏问题 高盐饮食可能对肾脏造成不良的影响 增加慢性肾脏疾病的风险 第三脑粗中 高盐饮食与脑粗中的发病率增加有关 第四骨质疏松 高盐摄入可能导致钙的丢失 影响骨骼的健康 第五导致胃癌 一些研究表明 高盐饮食与胃癌的发生率增加有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成年人每天的盐的摄入量 应该在五克以下 这相当于约一茶匙的盐 然而全球范围内 很多人摄入的盐远远超过这个推荐量 为了保持健康 减少盐的摄入非常重要 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来控制盐的摄入 第一少吃盐 尽量少在烹调和食用过程中添加盐 逐渐减少对咸味的依赖 第二注意食品的标签 我们购买食品时要仔细查看标签 选择低盐或者无盐的添加的食品 第三多吃新鲜食品 新鲜的蔬菜水果和肉类通常含有较低的盐量 第四避免高盐饮食 如腌制食品加工食品快餐和咸味零食等 第五使用香料和草药 用香料草药和其他的调味品来增加食物的风味 减少兑盐的需求 我是新鲜管唐医生 欢迎您关注转发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